三个月以内的宝宝睡眠问题 新手外婆新手奶奶容易见得两个误区 误区一 宝宝已经生得大大的 看着很有精神 你以为他还要玩一会儿 还一个劲的在逗他 其实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洪水时机 宝宝是越困越精神 所以要仔细的观察抓住睡眠信号 比如说抱着的时候眼神发直了 烦躁的往后蹭 打挺抓耳朵连续打哈欠 发现了我们叫及时的洪水 误区二 洪水喜欢吐吐吐吐 从宝宝生下来 很多外婆奶奶只要抱着宝宝 宝宝稍微有点哼起 就会不牛自主的抖抖抖 千万不要给宝宝养成这种习惯 容易弄成暴睡 放下去一分钟没有就行了 咱们抱着就保持宝宝在掩睡里的习惯 可以慢悠悠的走上洪水 去三 宝宝睡着中途突然哭一声 然后立马抱起来哄 我们要观察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宝宝虽然在哭 但是他还是在潜水雨状态 还是可以继续接脚的 你把他的小手抓住 脚踩在胸前告诉他你还在 白皂衣 噓噓 他就会继续接脚了 如果还手哭 可能是拉了尿了的 呗 沥颁 是 感谢观看